据伊朗媒体5月19日最新报道,以色列空袭在叙利亚境内伊朗的军事目标的第二天,位于以色列首都的一处陆军军事基地,发生大规模爆炸,并且波及到附近的军火库和物资仓库,大批军火和各类物资复制一具。 据以色列公布的讯息来看,虽然这次爆炸的规模很大,但由于彻底迅速,目前并没有人员伤亡。 至于这起爆炸,以色列目前没有公布原因,但据军事专家认为,这起爆炸案很有可能是伊朗的策划的,这样做可以起到12秒的效果。 不但起到警告美国和以色列的作用,同时也是对以色列17日轰炸叙利亚地区伊朗军事基地的事件作出回应。 图 以色列军事基地发生爆炸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当地时间5月17日晚上 以色列对驻叙利亚的伊朗军事目标展开突袭 多枚导弹从哥兰高地方向 飞往伊朗驻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军事目标 对此叙利亚军方防空部队发现后,也是在第一时间进行拦截 不过可惜的仍有部分导弹,砸向了伊朗军事基地 前后分别对伊朗的5处军事目标,造成毁灭性打击 其中也包含了金火物资等 图 以色列发射导弹 因此不少人士分析称 伊朗这明显是以其人之道环置其人之身 因为这两起事件的目标爆炸物都基本一样 目前,美伊两国冲突还在上升 两国暂时虽然没有大打出手 但是两国的盟友们都开始纷纷站队 并对对方的盟友展开行动 继哈马斯空袭以色列后 胡塞武装空袭沙特后 以色列也不甘示弱 随即对伊朗驻叙利亚军事展开偷袭 有分析人士称 以色列这是在给美国做紧急的战略部署争取时间 毕竟以色列这次袭击 可以分散部分伊朗的注意力 图 伊朗驻叙利亚军事基地被炸 其实以两国的矛盾已久 就在前不久 伊朗还扬言 想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 并警告以色列 不要去做美国的马前卒 如果发生战争 将在半天内消灭以色列 并劝以色列人去学习游泳 因为万一出现战争的话 可以躲到地中海中 以色列也不甘示弱 多次阻扰伊朗此前的导弹计划 为此更是出动暗杀组织 对伊朗多名导弹科学家进行刺杀活动 如今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 甚至将问题上升到不仅仅是两国的事情 现今 两国还没有互相动手 但背后的势力 已经开始不安分了 随着伊朗石油销售量大幅度下降 目前 国内经济状况也十分堪忧 据迅气称 在一些不良监商的炒作下 一包泡面已经炒到了33元一袋 图 伊朗石油被美国制裁 如果伊朗不在短时间内打破这种对峙僵局 那伊朗必然将不战而败 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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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